他生之时可以工作 他生之时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树语国小以闽南市建筑的意运 グラウンド、教室、休息場等 ほとんどの学校が屋上しかない 東京の小学生から見れば 本当に幸せです 在学校从无到有的历史层当中 我们应用了团队动力激荡 营造了学习型组织的一个大家 所以只要是社区的一份子 只要是学生、家长、教职员工同人 以及学生 都是我们数亿家族的成员 完成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 包括像是布包、吊饰、戒指 还有断袋花等等 我们很珍惜 也很愿意在教育这块原地 努力奉献 学校的愿景也在学生、教师、家长 社区的合作之下 从此教育心、树语情的深层互动 就此在树语国小很有家的感觉之下 生根并有趣发展 我想有梦想还得要真正落实在实践中的身体力行 教育工作是一条永无止境的康庄大道 他对我来说是一项跟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命特定 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 而且永远不可能再重头 我深信世界上没有做不好的事 只要有心去做 就能够看到未来孩子们的树果 教育的核心价值 是让我们能够体悟教育的本质所在 那未来我想大家在聚焦之后走过的点点滴滴 将会深深的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能够有这个主动积极 然后探求真理 自己去追寻一些答案 因缘机会的被校长教导过 如果不是校长 我可能没有办法得到第一名 所以我非常地感谢校长 因为有爱 所以我们有理想 因为有心 所以我们有愿解 因为有目标 所以我们有动力 因为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所以我们决定全力以赴 我仍然要说这一切的一切 只是因为孩子的童年不会再回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